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那时候都没有PC还是用那种小型机 mini computer 然后带六七个中端的一台电脑 带六七个中端然后我们都在中端上变程序 那个时候就说算是刚刚开始吧 然后还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Fortran language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用Apple 2 那是the personal computer 是Apple 2 那然后您毕业以后去了凯雷金威龙 学的是robotics 这个专业现在不知道用中文的怎么讲机器人学robotics 然后还有具体的研究方向是computer vision 这个和您是怎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的 当时其实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人工智能也是非常的hot 机器人学作为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向 College Management算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机器人研究所 所以我去那个PhD Program 它是Computer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下面的一个研究所 叫robotics institute 所以我因为喜欢动手 纯粹编程对我也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我就选了 当时申请的时候就选了机器人 去了之后呢 那个时候九零年代的时候人工智能其实比较hard 但是呢有很多理论那时候出来 其实那时候的神经网络已经出来 已经在做研究了 但是受这个限制吧 computation的限制吧 所以进展不是很大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computer vision 就机器视觉是一个非常困难 但是呢又非常well defined的problem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机器人的里面 我选择了computer vision 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是受到限制的就是computation 所以我们有很多算法做这个computer vision 但是实际上因为它很困难 就是因为它需要的计算量太大 到时现在计算量到了可以承受的程度了 所以现在computer vision 都是非常的在工业界非常的popular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您做的工作 和现在的AI的这个工作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非常相近 因为那个时候就在做自动驾车 哦是的是 我看到您的这个论文里面看到 那个时候就做自动驾车 因为那个时候而且是用一部分是用神经网络来驾车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computation 需要用的computation就cost half a million dollars 所以不太实际 但是做研究 我们还是在那个时候就做了很多 所以然后您后来MBA以后是加入了 是先加入了Apple是吗 嗯 您当时在Apple做的也是这个方面的 那个说起来很是个long story 明对我学生的字幕 一朵红柬 所以我会在做工作 在小科学里面 那时我会在大小小小的 地劾车 但是因为我认为了 中国的发展 有很大的特色 工具体的东西 我会办法 是要求我们平台 好吧 我 Linda 所以那时我去了Apple 但在工业上 我工作在Apple そ二年 在那一段時間,他們仍然想讓我加入JPF 所以我離開Apple 在Apple的時候,我的工作是在 QuickTime 在Multi-Media 就是Apple的 QuickTime 是的 所以主要是在Multi-Media 在Multi-Media 所以感覺您的前半段的Corea跟Multi-Media的實別 一直是這樣 對,然後您到JPF Lab 看您做了一些障礙識別 這些工作 當初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做Mars Rover Project 花了很多的精力 那個時候我就是做Space Robotics 用這個Stereo Vision 能夠繞開障礙物啊,做這些事情 是的,那然後您在JPF 好像待了大概兩三年 您後來就來兩天 到了這個KLA的Tensor 您當時為什麼是 後來又沒有在那個JPF 政府覺得做事情很慢 我沒有這個耐心 我沒有這個耐心 所以我就去看Industry 哪一方面需要用Computer Vision 其實現在大家都不叫KLA 不是Computer Vision Company 但是在那時候KLA是Computer Vision Company 哦,這樣子 什麼呢? KLA的Flexure Product 就是用光學成像 在這個集成電路上 然後用這個成像來檢查 這個電路上有沒有缺陷 就是這個inspection 就是您現在做的這個 規律員的inspection 對,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那個社會主導人 名字是Ken Nevey 他說,在那時候 KLA是最大的 computer Vision Company 在業界 哦,是這樣子 所以您當時 那個Computer Vision 其實是像於自動的識別 這個Optical Image 裡面有沒有這樣 的缺陷 缺陷 哦,這樣子 所以您當時就到了KLA KLA 然後您在這裏 地代就待了十七年 十七年了 那您能大概介紹一下 您在這個KLA裡面的工作 這個軌跡嗎 或者您是做的 我開始了 是 研究員 所以我開始了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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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証明 然後 然後 四年 我成為 系統 研究員 因為 因為 一是 整改바 的 反正 產生 來表現 研究員 所以 就是 我 became director of system engineering about four years later then seven years later I run the entir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 became VP of engineering then about 12 years later I was the general manager of a radical product division 就是光照檢測部的 general manager 所以光照就是photo mask 是这个东西 最後一年 我现在做了两个产品 一是photo mask 一是wafer inspection 所以这就是一亿亿产业的商业 所以您比如这个KLA的公司 它在做这个photo mask 和fabrication的时候 它是您是这个公司是和比如说intel 这些公司它们有什么样的联系 或者说您是 yeah so 我们主要的客户就是intel 台积电三星 再加global foundry 还有就是说memory maker 像海力四 然后micron 这些 其实基本上的所有的fabrication company chip manufacturing 所以在他们的fab中是kloa提供的设备 这个他们的设备 是这样的 那这个设备我看到kloa的介绍 在这17年也是发展的非常快 那这个发展是kloa的initiative呢还是这些客户们 他们的就是intel他们的需求 driven的呢还是本身kloa 我们要求更多的 最主要是每个2年 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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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更多的产品 我们要求更多的产品 或者新的产品 所以每个2年的产品 每个2年的产品 对 所以这个Mor定律到了这么多年呢 现在刚刚intel好像released它的新产品 十纳米 那你觉得这个串的还可以继续到什么 所以有一个人说 每个年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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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30年轻的产品 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但是 它是两个人的产品 一是 一是 那些年轻的 是更大的 所以 然后 问题是更加困难 所以 之前 每个年轻的产品 每个年轻的产品 现在 每个年轻的产品 每个年轻的产品 所以 你觉得它会继续再到 所谓7纳米 5纳米 这样继续再到未来十年 还会继续这样走下去 我觉得会 因为像 因为我们跟客户都已经 现在在 collaborate到5纳米了 所以我们已经现在在设计5纳米的设备了 7纳米的设备 所以我们已经设计完了 已经开始 就是说 在我们的manufacturing 已经开始组装 准备 设备到customer 所以 他们就会用这些 7纳米的设备去做 他们7纳米的工艺 然后这个就会 become 下一代的我们拿到电脑的product 就是 我们一般大概是三年前 就要把tool design 差不多了 然后customer用那个tool 做他们自己的开发 那么那个又需要一到两年 所以 现在我们是5纳米的设备 正在研发 那比如说 您现在做的这个研发和 LukeFig到您做computer vision的时候 这两个都联系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现在 就是说 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经历 就是当我们在做本科或者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的知识范围是比较窄的 但是当你到industry来之后 尤其是像这种semiconel industry 它要求的知识面非常宽 一台设备的话 它设计从光学的 从物理的 从这个化学的 从算法的 从电脑 纯粹的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各个方面 而且我们还要了解 客户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整个 semiconel process 我们也需要了解 那这些都是要后来慢慢学 那所以您后来 直到现在来看 您觉得现在这个 比如说semiconel industry 它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比如说 我觉得第一点呢 就是说 它需要的就是 其实对科大来说非常适合 因为科大的人 tends to have very solid background in science 那么它需要的就是 比较broad 不仅仅知道非常窄 而且能够很快的学习 能够拓宽自己的知识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说industry 和academia 不一样之处 就是说 你要有passion 做产品 不仅仅只是一个research idea 而且有这个passion 能够drive这个idea 变成最后的最终的产品 这其中其实也是有很多 从research角度来说 很不熟悉的地方 比如说你要知道 这个business model是什么样 你要知道 做这个risk要有多高 你要知道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减低利的 我们做这些设备的成本 这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这些就是说 更涉及到business management 所以您觉得 这是也是一个 从同学学生时代 在学校里 academia里面 到industry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barrier 成长过程 成长过程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 只要大家有 愿意学习 愿意学新的东西 这些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嗯 那说从技术层面上讲 semin-factor industry 它现在发展最大的 你觉得driving force 或者说 on the other side barrier 是 是什么 我觉得 以前 semin-conductor 比较单一 它的driver 主要是PC CPU 现在呢 它不那么单一了 你可以看到 就从PC CPU 慢慢到mobile phone 的processor 我觉得下一步 可能是要 现在mobile phone 是主要的driver 但是下一步 可能就是AI chip 来drive这个 前端 就是走在前面的 10nm 7nm 5nm的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IoT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IoT的drive这个后端的 就是28nm 40nm 65nm 以前的semin-conductor 你一旦到前端 这个后面的 就不太需要了 大的node 就不需要了 但是现在情况 完全不一样 这些新的IoT 设计 都在28 40nm 现在反倒是 有很多semin-conductor capacity 还在做28 40 或者甚至 65nm的chip 所以并不是一个 非常不断的 一定是往前 越来越小的 它也有在 后端反倒也很多 新的chip出来 所以这跟以前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FIL 其实还是依然在 非常快的速度 在发展 在 现在就变成一个 全球经济的一个 一个基础了 基石产业了 所以 大概有 四五百个billion的business 所以 它发展非常快 而且我们也自己 切身的能感觉到 它因为我们 日常生活 影响越来越大 是的 所以那您能大概 从market 和从技术角度 展望一下 这个semin-conductor industry 未来二十年 或者十年 二十年 这样一个 我觉得二十年很难遇 但是十年的话 我觉得 虽然说现在大家觉得 semin-conductor 是一个mature industry 其实之所以说是mature industry 是因为它的量太大了 它不可能像一年百分之一二十的那样增长 因为它本身太大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看好semin-conductor 在将来十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看到它从10nm 7nm 5nm 都可以走下去 这至少要十年的时间 走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就是说 这个消费量 semin-conduct chip的消费量 越来越大 不仅仅从processor的角度来说 而且从storage 存储 散存或者是DRAM 也是越来越用得多 所以我觉得end customer demand 是在逐连往上增加 而且一点都没有缓缓的趋势 所以我是非常看好 这个industry 虽然不会有explosive growth 但是 it's going to be steady growth for the next 10 years 那您这次来我们科大的峰会 是会在能源材料与纳米技术这个峰会场 然后来做一个演讲 您演讲的题目是 那半导体工业的这个设备 就是科大人在这个设备 这个工业中面临的机遇和机遇吧 那您能给这个 我其实想 第一呢就是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 大概同学不太熟悉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个行业 因为半导体设备不直接面积用户的 我想就介绍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 这个产业情况如何 而且我觉得这个产业非常适合科大 就是说有scientific background的学生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因为我在美国工作了这么多年 其实有很多科大的人 或者中国人在公司 像KLA这样美国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就看到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做career development 有一些或者是career opportunity上 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希望能够share一些那些experience 就是既有这个技术 但更多的是关于career development的一些 好的 那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非常informative的一个 我觉得是 我觉得 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然后还有就是您觉得 今天这次峰会在硅谷举行 您觉得这个panel discussion里面 因为我们一个session有 有您talk还有discussion 您觉得期待在discussion里面 会有怎样的一个碰撞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学生时代都有共同的经历 但是我们离开学生时代已经有二三十年了 我相信我们个人的经历 不同的个人经历 会产生对观点或者是展望不同之处吧 我其实那种disagreement是是这种讨论最有效的 最最帮助这个讨论的 因为我希望能够看到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能够有些争论有些debate 然后通过这个debate 大家能看到不同的经历会有什么不同的视野 这样能够帮助科大同学能够看到这些 对于这个职业规划 我觉得肯定很多科大年轻的校友都非常感兴趣 而且尤其在美国 尤其在美国 因为是不同的文化环境 面临的很多challenge 您觉得比如说 因为很多不是所有科大校都有机会来到这个峰会 您有没有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稍微讲一下 您比如说展开讲一下 您觉得比如在美国 然后科大同学来美国深造以后 那他们毕业以后 他们面临的选择 比如说academia industry 或者是甚至比如去做 转到其他的 比如像coding 这样子 大概这些career path 您是觉得怎样来选择 或者选择了industry以后 怎样去有哪些注意事项 去develop 我觉得大家都面临都走过这一步 我觉得很多人 我觉得以科大人 solid background 不管他们做什么选择 如果他们一直努力下去 他们都会能够在他们事业能够很有成绩 所以有时候选择是一些很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但是呢 本身那个选择并不意味着你会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只要大家能够open minded 能够学心的 我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成功 所以在这方面我不觉得 就是说哪一个一定比另外一个方面会好 但是它也有相通之处 就是说尤其是在美国 因为美国的文化环境的话 我们要适应 我们要能够影响周围的人 我们要能 develop a new vision for our future 那么在这方面我觉得是 即使不同领域 它有不同的方式做 但是也有些可以写 那您在科大的时候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您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和你们肯定很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85年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课大的那个时候就是physics training非常好 即使我是选计算机的 我也学了很多physics的课程 对我来说是受益一声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每天 除了跟电脑打交道 就是跟physics打交道 光学的或者是plasma physics optic physics diffraction 每天都是打交道 如果我只是没有经过科大的经历 我可能去上了一个计算机系 我永远不会接触那些东西在大学的时候 那么对我将来到我现在的工作 如果我没有那方面的background 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是的 是的 那现在刚刚正好这两天是科大的59年孝庆 或者说科大也是快到了一个60周年孝庆的这么一个孝庆年 您想来您在这个时候想对这个科大自治部校和同学们有什么 您的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是15岁去的科大 对我来说在科大是我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我非常感谢我在科大的经历 给我很大的自由能够选择我将来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母校能够更加的繁荣 能够为国家为这个世界培养更多人才 每次我在美国碰到科大 我都感到非常的骄傲 因为很多非常即使在KLA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经历 都是从科大来的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对我来说 едè